趁著天氣晴朗 載著老婆一行人出門彎看似很正常 不過這時間和人都很有問題 班長跨俠跑到桃園閒晃 調出班表來看看 這天他可是報了8小時加班 畫面會說話跟了班長一整天 清晨他準時出現在女性友人住宿附近 中午再回家載老婆到桃園散心 傍晚再到市區和朋友圍爐 才的是還報加班 但沒上班的還不止這天 莫非班長就是時間管理大師 中午12點多先和女性友人一起吃鍋 吃完後班長大辣辣的站在門外的人行道上 大口吞雲吐雾 再走到停車場去繳費 兩個人傍晚5點多再一起回到 女性友人的相規 不過按照班表記錄 他這天應該是在加班 輕巧道路或是在做支援回收 整天都沒進到負責的轄區 這樣才好 有人跟我們檢舉啦 就是說你那天有上班 然後你並沒有在工作崗位上 甚至於還跑到桃園去吃飯 怎麼可能 沒有咧 因為都那麼久的事情 應該是不可能啦 我覺得這個是有心人士 又要搞一些 就是我們工作職場的問題吧 班長矢口否認 還說這是有心人士的惡意極控 不過這些畫面指正麗麗 就是崔少仁仁無可忍 看不慣班長上班整天不見辦公室 還會偷懶又會更形容 見班長比見到總統還難 為了證實所言不假 崔少仁還是掏腰包 聘酷真信社跟拍 果然陸續在4月初 拍到班長溜辦的證據 算一算 這福報的加班時數 一個月如果爆滿最高48小時 可以多領6000多元 可這些錢 可是納稅人的血汗錢 道德的高標準是絕對不容許翻錯 和文靜也保留住 為了各皮疙瘩 台浮瘩 這福報的快速 節奏